祖爱的弟兄姐妹 祖内平安 我是永恒神父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圣玛窦福音二十章十七至二十八节 福音中耶稣预言了自己的苦难 又记载了两位门徒的母亲向耶稣求的一件事 这件事与耶稣的想法恰恰相反 使耶稣感叹到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 那么耶稣的心意是什么呢 首先请您聆听这段圣言 愿耶稣的话平静您的心 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暗暗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 在路上对他们说 看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要被交于司机和金石 他们要定他的死罪 并且要把他交给外邦人戏弄 鞭打 定死 但第三天 他要复活 那时 宰不得儿子的母亲 同自己的儿子前来 叩拜耶稣 请求他一件事 耶稣对他说 你要什么 他回答说 你叫我的这两个儿子 在你王国内 一个坐在你的右边 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 你们能赢我将要赢的决吗 他们说 我们能 耶稣对他们说 我的决 你们固然要赢 但坐在右边或左边 不是我可以给的 而是我付给谁预备了 就给谁 那十个听了 就恼怒他们两兄弟 耶稣叫过他们来说 你们知道 外邦人 有首长主宰他们 有大臣管辖他们 在你们中 却不可这样 谁若愿意在你们中成为大的 就当作你们的仆役 谁若愿意在你们中为首 就当作你们的奴仆 就如人子来 不是受服侍 而是服侍人 并交出自己的生命 为大众做俗家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一位母亲 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 来向耶稣 求全力地位 我们能够理解 这份母子之情 不过 两个儿子 跟随耶稣 近三年时间 同一母亲的想法 并跟着来到耶稣 面前 叩拜 请求 让我们不得不反思 一个问题 他们 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他们跟随耶稣 是为获得权力地位 说明他们根本不明白 耶稣的心意 今天 我们通过福音 可以明白 耶稣宣讲的天国 并非他们心中 所期盼的王国 耶稣说 人子来 不是受服侍 而是服侍人 并交出自己的生命 为大众做俗家 可见 耶稣是怀着极其谦卑的心态 经历人间的种种磨难 和考验 逐渐将我们带入天国 这是主的道路 也是所有基督徒 要走的路 世间的权力地位 只会让人做主 却无法使人进入天国 耶稣的谦卑和接受苦难的应用 却能激励我们的意志 勇往直前 哪怕前方的路 多么泥泥坎坷 复活的花冠 将会属于我们 帝兄姐妹们 四星期的刻机 就是历练千倍的时刻 希望我们的每一天 都能活出基督英勇的精神 愿天主祝福你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